今次的18樓CP座找來我私底 大家同屬中大剛才談起 幸好不是港大 不是要去做很多跟校長掛割的事件 中大另一波事件 我找譚慧邦 當然譚慧邦為大家市民或觀眾所熟悉 他是環保祝國的主席 環保祝國的先鋒專門做很多調查 我跟他的教授可能不記得 大約年多兩年前他提議我們美副居民 你們不如藉著拍賣會 你們就可以表達你們的訴求 當時我跟葉先生都是戰戰兢兢 因為我們還未去過 你們在場下也很大聲 在場下也很大聲 第一次戰戰兢兢不知行不行 會不會怎樣呢 當然我們看到Roy在現場上 就很兇容地把單張派給訂單張 都派過很多次 怎樣怎樣 不要什麼 不要怎樣 雖然後來也有一些保安來阻止你 勸喻你不要派 都是通常被人趕出去 然後我記得跟著喊喊喊喊兩聲 然後被人邀請出去 那次是我們和美副居民第一次在土地拍賣的地方 作出一個和地產商第一次正面交通的事件 印象很深刻的 因為見了所有地產商的大老闆 大老闆在裡面 有些人不太認識 但總之每個都是西裝骨骨 我們幾個都是穿着衣服 技術用 反而我們在Facebook看到Roy最近跟地產商大老闆開會 有些叫做破天荒 民間環保團體組織的代表和地產商有錢人開會 情況是怎樣 其實環保祝閣一向都是這幾年都很反對 地產商不斷在屏風樓 也做了很多年社會運動 拍牆也去過很多次示威 我屏風樓都應該開了超過50場的記者招待會 這幾年而我們跟很多發展商個別都有溝通開會 而剛剛這幾個月第一次跟地產建設商會的一些高層開會 也是第一次因為我們其實經常去信地產建設商會要求開會 正視香港地產霸權的情況 剛剛上個星期終於會了面 他們這樣就很開明 肯見你這些經常抗議的人士 其實因為都是來自原本的司法覆核 司法覆核承規會就放一些高度限制在一些分區計劃大綱圖上 我們當然是贊成這些高度限制 很可惜就是司法覆核質疑承規會決定 就這件事他們終於主動了我們 當然我們就不是談這件事那麼簡單 我們都會談 我們提供了很多方法 叫他們正視香港的地產霸權的情況 我一開始就提你們 你承諾了 美孚居民都托我問一問你究竟成怎樣 我第一件事就說 你們在第八期正正前方就建一棟樓 本身也不是很平封的但太近了 就變成一個平封樓 這一個例子我都告訴你 如果新世界旗下的公司就肯不再司法覆核 或者容讓你們司法覆核接納 其實美孚居民一定會拍掌贊成 這些已經立即贏了很多掌聲 我也有向他提 但他就沒有表示任何回應 沒有證明回應 可否透露給觀眾當時你面對哪些會員 哪些地產商 那天其實是 情況是怎樣 其實我先在Facebook問大家意見 究竟我看到這些地產建設商會 大家有什麼想透過我說的 可能給大家一個期望 其實我都預計了是各自表述居多 那天其實沒有地產商來表 不過是有他們地產建設商會的 就是叫做總幹事 可能叫做聖龍的 其實這個大家的溝通很透徹 我也很清楚表達了 就是其實現在社會 為什麼這麼不喜歡地產商 其實不外乎一個原因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 建屏風樓 建了海邊擋住景觀 第二就是近年他們建的樓 坦白說我都叫做專業人士 都買不起 即是他們因為豪宅化 以及向大陸的市場 所以我都提了這些論點 就是他們都有聽到 不過究竟他們會不會有什麼跟進行動 其實真的不知道 而我也有提到 其實他們起樓 過往一些發水的情況 往後就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有新的發水樓政策 總結這個破冰之旅 你有什麼感受呢 他是願意聽的 即是他是願意聽 但是始終地產建設商會 就沒有一個法定 或者他自己的權力 是去要求發展商做A做B做C 那麼他都有提到這個難處 就是沒有一個 隱藏的一個措施 除非就是發一個 叫做跨行業的指引 其實政府其實近年來 是透過地產建設商會 發一些售樓的指引 除非那類 要不然其實他們 就未必可以做到一些措施 就每個地產商都跟進行 這個就是第一次 希望地產商會 有機會多些聽聽的市民心聲 和環保人士大家 溝通一下 了解居民的需要 即不是居民又買不起樓 就是詛咒你那個 打小忍 經濟打小忍 肯定打小忍 和諧社會 希望大家多些溝通 能有劍設 多些留意大家 又買得起又供得起 我們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第三條跑道 這個大劑很多 大劑很多 是啊 和地產霸權一樣大劑 對香港經濟起飛 再飛躍再跨進一個新境界 是非常之有用的 政府說 政府是這樣說 機管局也是這樣說 這幾個月我都擺了很多心機 時間 是去告訴市民 第三條跑道 其實是會帶來很多問題 亦都很多問號 的確確 機管局用了鋪千蓋的報紙宣傳 又電視廣告 去講回他們覺得第三條跑道的好處 這次也有少少兩難 我也不排除經濟上真的有一個得益 不過環境的代價 同時間也是 我在環保界十年來 是最大環境破壞一個工程 很少一個工程 有各類的破壞 一起數一下 好 第一樣就是填海填六百五十公頃 六百五十公頃有多少呢 給大家一個比喻 就是等於六百五十個足球場的面積 如果都不太知道 那麼大約就等於整個維港 由中環填海側如衝那麼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大面積的範圍 這是第一點 第二樣就是填海帶來的問題 就是沒有了一個海洋的一個生境 就是那個剛巧是香港的中華白海豚 濕色的地方 就等同於你如果舉例你家裏 有一個三房的單位 當然了三房 那麼你突然間就說 有間房不能用得 永久不能用得 這個就是比喻 如果好像白海豚 沒有了一個地方的生活 就好像你家裏 突然間有間房完全不能用得 你可以想像其實對於他的生態的環境 是很大的影響 第三樣很多居民最關注的 就是空氣質素 即是飛機就不只是他的空氣污染 他帶來的車流量 那樣才大 就是譬如一架飛機 他可能帶來很多客輛 一架貨機帶來很多貨櫃車 很多時候貨車 或者載貨用的車 通常是排放比較多的 就是對於污染性 所以我相信這件事 都是需要大家關注的 網上看過專家說 空氣質素污染就不是很重要的 因為東沖那邊的空氣污染 主要是來自西北 來自國內的地方 相對於機場的污染 不是很大 有個專家不斷說 你已經答對了一部份 的確 我們香港主要是受制於整個 珠三角的污染 而香港本土 特別是本地裡面的污染設施 主要是屯門的發電廠 所以當有西北風或北風吹下來的時候 其實東沖受的污染 很多時候是來自發電廠 不過又有個難題 除非發電廠 全面進入天然氣 或者海仔生能源 否則其實東沖的污染 只會繼續上升 所以如果第三條跑道帶來的車流 再加上去就是累積的影響 其實現在我們環保團體最擔心 就是那個累積的影響 對於東沖而言 其實現在有一些很爭議的官司 就是港珠澳大橋 很多人爭議是否有婆婆來幫忙 司法覆核 其實如果不用婆婆 就申請不到發援 這樣那個橋其實已經令到 污染物的含量 已經是去到境界線 再加上第三條跑道就會超標 好 三個還有沒有其他影響 噪音呢 我有看一些有說噪音 噪音是甚麼 四百分貝的 其實噪音 這個真是居民的著重點 這個多點 當然我們環保團體 我們也有近來做過的調查 其實我們也度過馬灣 即是柏麗灣 深井 荃灣一帶 其實都看到 現在的噪音問題 都很嚴重 其實飛機很有趣的聲音 可能隔一分鐘 很高 接著又沒有聲音 很高 而最高的位置 很多時候到七八八十分貝 那麼高 這個其實是足以令到很多人 晚上睡不到覺 亦都是對於居民的影響都很大 你有沒有朋友住在噪音影響區域 噪音影響區域 都一定有的 但有沒有向我投訴 但我自己本身 就住在飛機航道 可以見到飛機航道 我住在大窩口 我一同以為你住在美股 我住在大窩口 所以美股的形象很深刻 很深刻 美股已經是你的家 是的 是一個Icon 不過我搬去大學駿鎮山 我住在你附近 於是我住在中層 天天 天天飛機是經過的 是一個航道 大帽山 我看到 但我聽不到聲音 但又有一架 當年我在大帽山附近 有時候 廚灣的附近很高 我看到真的很欣賞 我希望那條線 來來去都是那條線 飛機都很貼近 那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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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走完走完走完 那幾條線 我都見到飛機航道 但又未有草陰影響 反正我看到 有些報道 第三條航道 因為要去到西 於是又說 有三度 有十幾度 於是可能會撞到大帽山那裡 那我想要展示一下這幅圖 但編輯姐姐或哥哥 會不會可以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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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不知道可不可以 在移動一下 慢慢來 你繼續說 在移動一下 其實第三條跑道 其實會帶來的噪音 是會比以往更加嚴重的 可能在移動一下 謝謝姐姐 是的 好 好 現在藍色和紅色 就是現時的兩條航道 藍色這條就叫做南跑道 紅色就叫做北跑道 黃色就是第三條跑道的航道 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現在 柏麗灣 深圳一帶這麼慘 因為紅色這條線 很多時候是用來做降落 所以慢慢由大武山 剛才你說的 大武山 然後上山 大窩口 然後深井 你那個位置不算慘 我當然不算 你那個位置還是很高 最慘就是深井 柏麗灣 這些真是很吵 所以柏麗灣的居民 對於飛機吵音很反感 這樣如果是上升 其實有時風向會相反調轉 那些飛機這樣走 也是經多甚麼拍麗灣 拍麗灣的人 就是粉藍色那條線 粉藍色 其他會轉向藍 是 是 所以無論是升 u nor降 拍麗灣都是最慘 好 然後第三條步道 第一條步道 首先飛機航班 會由一小時 現在大約60多班 就聲稱會加到鎖100班 不過其實很多專家已經說 加不加得到這麼多是很成問題的 而黃色這個就是降落行道 剛剛說怕大寶山撞山的就是這裏 所以你看到如果第三條跑道將會影響的人 就是黃金海岸屯門碼頭這些 所以將會受噪音影響的範圍是越來越多 所以如果基於噪音的理由 我相信的確是很合理去反對第三條跑道 大家看完這三條行道 當然這些圖 相信政府都有展示給大家看 他們知道的 不過究竟是否用心去聽民間意見 就真的要看他們的智慧 這個有四個噪音 空影質素 對海洋生態補助 其實亦都說會對海洋生態 中華白海豚有補償 這個你接不接受他們的補償方式 雖然拆了一間房子 你說拆了一間房子 補償給你的 我買了另一間屋子給他 我們覺得就是香港是需要一個可持續的一個政策 就不是樣樣經濟大了 我們看到現在的發展模式 我是很欣賞CP的原因就是 我想CP比較關顧 叫做可持續發展 我們希望我們有穩定的生活 安居樂業 同時間不破壞生態 這次第三條跑道實在是很破壞生態 似乎就不是很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原則 因為那些面積填了海 沒了就是沒了 海洋的面積沒有了 你補償一個海洋給他 所以我們這次真是義無反顧 就是完全是沒有辦法支持第三條跑道 原因就是這次這個環境的破壞是太多 還有第三條跑道對於中華白海豚生態影響是最大 我問一下觀眾 其實以後你去一些 例如你去大陸或者去其他地方 你都可能會考慮會不會有些自然的地方去一下 當然 其實香港正正都有些自然的地方 不過很多已經破壞了 很受歡迎的 中華白海豚團 我帶團 帶軍民團 也要三四次 近來更加要帶多些 區議會選 很驚訝 無論是小朋友或成年人 看到香港真的有海豚 游來游去跳上水 從船一路追逐 靠船家去找一些中華白海豚 香港人在城市生活 就真是像你說去旅遊 去外地旅遊 當然是找一些自然生態 即是叫做充電 紐約馬克頓市場去看一看 即是去過一些交易的地方 即是自然一點 其實香港沒有理由破壞自己的地方 你既然這麼嚮往別人的地方自然 沒有理由破壞自己的自然地方 這個就是說經濟價值大 即是好像大學說 經濟價值大還是社會成本 社會成本 現在如果你不興建 社會成本當然沒有 不用交出去 但於是沒有經濟價值 所以香港其實是有中短期的發展 原來你剛才一開始說 因為有時政黨不包括你們 政黨和政府 就帶頭把我們香港社會 叫愚民化 愚蠢的愚 即是人民價值 或者叫社會價值 還是環保價值 就沒有了 即是可以看到 例如近來的外傭那一宗 即是CP 就是受損 但四十名眼人 不會看到你們有什麼受損 即是其實有些政黨 就會帶頭去抹黑 即是其實這些整個社會 有些人是專門把氣氛 就低智化 愚民化 其實第三條考度 有同一個模式在裡面 就是要經濟發展 經濟發展 但這個模式 在十幾二十年後 是不是真的令到香港市民開心 一些 我們空氣質素 是不是先好 就是這個 我想明眼的你 就是觀眾們 應該看這個節目 應該都會懂得想一下這些 即是一起反對第三條跑道 我們還有下一集 其實譚海鋒從這個環保角度去看 有很多朋友 我從網上看 他們從這個經濟角度去看 究竟第三條跑道 應不應該起 因為大家都知道 環繞著朱三角 剛才阿Roy都說朱三角 朱三角有多少個機場 我看這些資料 有很多機場 為何還要香港 要突圍而出 做多三條去競爭 一會兒 下個星期另外一集 我們看看阿Roy和我們分享 聽回來的知識 從經濟角度 大家一起去看 這條第三條跑道